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节我们会讲欧洲 讲到欧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了五个区域 首先最右手边上面那里就是乌拉尔沙漠 而去到中间呢,由波罗的海去到黑海这条线 割开呢,这里中间红色这个部分呢,就是东欧 而在波罗的海以北的地方,就是北欧 在下面呢,就有亚尔卑斯山 从亚尔卑斯山下面呢,就是南欧 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南欧 中间呢,有一条叫做莱恩河 莱恩河以西呢,就是西欧 而正中间的地方,就是中欧了 中欧呢,包括了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的 按照着羽族,欧洲分为三股力量 包括就是日耳曼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的 自从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呢,其实 拉丁人,高卢人,海尔特人,希腊人呢 都是生活在一起的 在古代,日耳曼人,海尔特人,斯拉夫人呢 都是被罗马人称为欧洲三大蛮族的 那么,海尔特人就是被罗马人称为高卢人 罗马人,和海尔特人呢,在历史上是死敌的 那就是公元前的385年,海尔特人洗劫罗马城 而这段惨痛的历史呢,就被罗马人所名忌 而去到公元前的59至49年 海撒大帝就是率领罗马大军 横掃整个的高卢地区 海撒也都成为第一个 跨越来恩河 去到对岸进攻日耳曼人的罗马领袖 然而在北边 波罗的海的北边 就有这个斯坎的纳维亚半岛 其实这里就是日耳曼人的故乡 在罗马的时期呢,就是向南迁征的 日耳曼人南侵之后 海尔特人,罗马人就不再打仗 联合起来,就对抗这个从北边而来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呢,就一直都是生处在高维度的地方 那边是相当严寒的 而在低维度的罗马人呢,却难以生存 日耳曼人就从高维度呢,去攻击低维度 那战略重心呢,就是很明显的 那去到公元410年呢 日耳曼人就在阿拉里克率领下围攻罗马城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 日耳曼人就开始呢,向西欧平原沉透了 就跨越这个的来恩河 那阿尔卑斯山和来恩河 就是西欧,中欧,南欧的分割线来的 那越过了这个来恩河 之后呢,就翻越阿尔卑斯山呢 比起跨越这个阿尔卑斯山更加容易 所以就没有攻打南欧 而首先就是攻打西欧的 西欧的海尔特人就被逼 去到现在的英国的西北变迁移 成为一个边缘的民族 西欧文化比起日耳曼人更加繁明 好影响到新来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虽然成为西欧的主体 但他的语言呢,都是法语 属于拉丁族的一部分 那而这个的 那而这个的法属 日耳曼人呢 就是洛曼人了 虽然今天 法国人认为他们历史悠久 但是他们的民族特性呢 已经是发生变化 而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呢 就是一个英吉利海峡的 是不能够阻挡到日耳曼的渗透 那所以啦 进入不列颠倒的日耳曼人呢 是有两个的部落的 那就是海格鲁 和这个 撒克逊的 那这两个的部落呢 就是在倒序南部成为王国 就是英格兰 那 语言上呢 拉丁化的 法属日耳曼人呢 就是洛曼人 后期呢 都是想进入这个倒序的 而为了阻止洛曼人的 满透 日耳曼人和洛曼人呢 就是在倒序南部呢 不断有冲突的 那可以特人呢 也都趁机就是西北边崛起 并且分成为 外尔兰 苏格兰 和威尔士的 那去到1948年 外尔兰就是正式脱离了英联邦 而在第二年英国也都承认外尔兰的独立的 那所以呢 外尔兰是永久的中立国来的 而在海尔特人来看呀 其实这个呢 正正就是他们抗争了 成千年所争取到的权利来的 讲完这一部分之后 我们讲另一部分 就是斯拉夫人 他们起源于波兰 维斯杜拉河谷 那么集中就在 东欧的平原上面 东欧的平原 同蒙古高原 的分别就在于 一边就是从 欧洲的游牧 另一边呢 就是亚洲的游牧 虽然是有两边的 地方 那但是呢 东欧的平原地势就太低了 所以就很容易 被日以万人 和亚洲的游牧族的夹心地 历史上 东欧平原 更多时候 其实就是亚洲游牧民族 向欧洲入侵的一个跳板 包括就是 兇人 即是兇奴 以及蒙古帝国 那讲到斯拉夫人 其实可以分 这样看的 首先就是分 西斯拉夫人 和东 斯拉夫人 而再之后呢 就是 南 斯拉夫人 所以按照地理位置 来看 包括了 东 西 南 去到二战期间 希特拉 就认为 斯拉夫人 是仅次于 犹太人的 劣等民族 其实在 纳粹的种族论里面 就令到 日以万人 和斯拉夫人的矛盾 变得非常 占 变异 二次大战之后 南斯拉夫六个国 组成了南斯拉夫的联邦 去到1991年 就开始解体 这就是欧洲的历史 简单来说 分了北欧 东欧 南欧 西欧 和中欧 海 包括了 波罗的海 黑海 地中海 河 主要 就是 来恩河 山 就是有 亚尔卑斯山 和 比里牛斯山 那里就是分隔了 法国 和西班牙 好了 今次就讲到这里 之后我们仍然都会继续讲 这段历史 月 按摩